哼 又骗我是吧 小绝月 啊 干嘛 干嘛 嗯 这个东西你不熟悉吗 啊 拿我逼抄单干嘛 拿你单子干嘛 啊 你说干嘛 我怎么知道你干嘛 哎呀 确实啊 怀孕了是真的 这个东西呢 没有骗我啊 怀孕有30天了 哦 牛肉啊 对 我还以为你是一直是欺骗我的 想不到呢 这是你来真的啊 谁会拿这种开玩笑呢 对不对 你开玩笑还少嘛 我开玩笑少了怎么啦 嗯 但这是真的呀 确实是真的 然后的话呢 你是怎么说的啊 上次常见回来 在那个餐厅那边 是吧 然后你很开心啊 你那表情啊 是吧 像跟中的彩票一样 对不对 那我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 哎呀 小战 恭喜你 你又要做爸爸了 是吧 我呢 又怀孕了 然后的话呢 对不对 我发的是双胞胎哦 啊 这个上面没有显示啊 这个上面显示的是 没说是双胞胎啊 哎呀 那双胞胎那个只不过是逗一下 你看看你什么反应而已 你看 我那时候一说双胞胎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算了吧 是吧 你这种人怎么配有双胞胎 你这种人 我还要什么反应啊 我还抄罗打鼓啊 对不对 你应该要白酒啊 庆祝 放鞭炮 我还要庆祝啊 还要请那些武师 武龙的过来 知道不 明明呢 就是怀了一个 非要跟人家说是两个 是吧 哎呀 我都说了 斗上你而已啊 再说呢 就一个就一个嘛 一个也是好的啊 你看那时候我怀大宝又是一个啊 对不对 你看 呃 师哥 你看 师哥 你看 师哥 师哥哥两三年 你看我又怀了 你看多好啊 是不是 以前的话呢 你怀孕了 我肯定会很开心 说实话 比如说 如果说 我们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是吧 这样子呢 又会给儿子听个弟弟妹妹 这样子呢 以前也是我一直的梦想 知道没有啊 但是的话呢 你也知道今时不同晚日 是吧 我们之间的情况呢 还有很多还没有处理清楚 然后呢 是吧 你回不到从前了 特别是现在 是吧 你怀孕了啊 这个事情多复杂 嗯 所以说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啊 我想听你说说 是吧 你就说这个事情 现在怎么弄 对不对 你老是说 跟着我 跟着我 是吧 你跟着我的话 我没办法呀 我有我自行的生活呀 对不对 这种东西 我都快下个月 我都要去结婚了 知道没有啊 你老是在这里麻烦 我干嘛呢 结婚 你真以为你这个婚结的成了结婚 趁早呢 跟那边说清楚 知道没有啊 他结婚了啊 你赶紧呢 是吧 把重心呢 放在我们啊 母女俩身上 我跟你讲 嗯 哎呀 真的是整天放在别人层上去有什么用 哎呀 真的是整天放在别人层上去有什么用 看什么去啊 啊 我现在我都是吧 很累 知道没有啊 对不对 你累什么东西啊 累呀 啊 哎 马上又添加了一个啊 一位新成员了 应该高兴才对 知道不 我高兴不起来呀 我跟你说啊 怎么高兴不起来呀 你众人啊 没良心的说这种话 我怎么高兴得起来呀 是吧 怎么高兴不起来呀 行啦 你别想听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给我看 好吗 我不想看到你这种样子 知道吧 不要把那种不好的情绪啊 坏情绪什么的啊 全部带来给我 知道不 你就先回娘家去 好吧 冷静一段时间 到时候你想过来 我再去接你好不好 什么意思嘛 哎呦 等你们先办我婚礼先啊 哈 这样子啊 这么大时间 是吧 你在这里也于事无补 我们俩认了很多事情还就说 对呀 都说了于事无补了 那我在这里也不爱你什么事了呀 哎呦 难道我回去了就有补了 我们俩都冷静冷静 考虑一下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不用考虑 我现在的怀着孕 知道吧 我也不会说不要这个东西 好不好 嗯 这个孩子呢 我是要定了的 责任的 你是付定了的 就这么简单 我不管去哪里呢 我都坚持这一套想法 这个我跟这个理念 我跟你讲 哎呀 你以为你是你跑了掉 门都没有 知道没有 我现在我又生一个孩子来牵住你了 你以为呀 啊 还想 哎呦 还想跟别人 哎呦 过得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 啊 甭想了你啊 你赶紧跟人家取消婚礼吧 或是干嘛的吧 给一笔钱弥补人家吧 知道不 啊 嗯 真的是 行了 我不想跟你说了 我呢 是吧 我现在需要好好休息啊 你呢 就不要妨碍我休息了 你出去吧 我要休息了 出去吧 出去啊 不要妨碍我休息